好了,出現了這個八變怪頭 八變怪的BOSS 現在我們就教一下這個八變怪如何觸發 首先在網上交易行買一隻低防毒氣丸 一定要有一個新特性就是化學氣體 我們看看哪隻有化學氣體 好,這次有化學氣體 加特防減速,OK,買一隻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派他去打八變怪了 首先一開始就派出毒氣丸給對方變身 然後其實就因為對面變了我們的能力 所以其實沒必要用防防班的作用暢反尿 其實可以直接用豆粒菇去到刀背打 不過這裡我就剛剛睡醒了 所以不太清楚做法 有點猛猛的 所以之後才換上豆粒菇 你看到如果用刀背打的話 其實一下子就會出一滴血 因為對面換了我們十多二十多的能力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蘑菇包子 讓對方躺了兩回合 大家記得一定要躺了兩回合才扔夢境球 才會觸發他那個夢境球的效果 不然他就一球 很明顯會感覺到他的球是不會入的 譬如你在第一回合躺了一回合後扔夢境球 他會立刻爆的 有機會 這裡操作有點不太好 因為忘記了他的毒療鎖了我 所以就帶上圖導犬 所以我自己的工具隊伍 工具寵隊伍也會有兩隻的竹寵 包括一隻圖導犬和豆粒菇 一樣數著對面的八變怪 躺了多少個彎 然後等夢境球 你看到這個我就嘗試測試一下 究竟是什麼 你看到他秒爆 譬如他不是那個兩回合 好 然後再扔多一個夢境球 就成功捕捉到 整個流程都是非常簡單 就不要讓對面的八變怪 去到變身做其他精靈 大家如果覺得捉這個BOSS八變怪很辛苦 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的確很好用 平時可能如果你沒有帶這個方法去捉 可能都要等3至5分鐘以上 但如果有這個方法可能在控制3分鐘或4分鐘內就完成 不過看你很不幸 能不能讓對面去到睡兩回合 又或者再進階一點的 你可以弄一隻會睡覺的寵 然後再刀背打他 真的好像我們上一條片 最速捕捉八變怪的方法去研發一套 不過這裏呢 我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再研發 圖恩因為八變怪 我覺得不太需要特意控制一隻給他 大致上這個影片就是來到這裡 大家看看實不實用 如果實用的話可以按LIKE 以及按訂閱 下次的攻略片再見 拜拜 好 好